講評 君明這個歌 真的唱得非常地穩定 還是足以顯示出 你的唱歌的實力 所以以今天這個歌來講 其實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聽起來 讓我們覺得很悅耳的 很舒服的 但是老師還是要刁擬一下 好不好 小小一個地方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有跟妳說 有時候妳在拍子上面 妳會想要稍微靈活一下拍子 不完全按照原唱的拍子 對不對 是 但是有的時候可以 有的時候不適合 這要選擇性來用 今天譬如說 主歌 想要背起妳的心臂 敢可以 想要飛去妳的身邊這一句 妳的拍子其實想要做一點點 好像 好像要晚一點在唱的感覺 但是那邊就會覺得 有點不穩定 妳記不覺得妳剛剛這邊怎麼唱 想要背起妳的心臂 對 好 妳就會有一些字 可能稍微拖一點點拍 對 讓後面那個字 稍微晚一點進來 譬如說 這樣子在這一句比較不適合 為什麼 因為這一句的字比較多 好 這邊字比較多 了解 所以 如果你前面那個字 稍微拖一點拍 後面真的要趕快要趕回來 要不然這整句就會開始 拖一點 我們在聽的聽覺上面 會覺得妳的拍子不穩定 好 所以有時候可用 有時候不可以用 這個是高階班的 好不好 要再進一步 加油 謝謝老師 的確老師 還是把你們當作一個 職業的歌手 去把你們教育一下 贏才師教 小缺點能夠改進更好 我們看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 請給分 廖君敏這首歌到底能不能夠 保住他的衛冕者寶座 90 90幾分呢 90 91 超過了 小數點持續在跑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1.4分 是 衛冕成功 贏一點是在高手過招上 贏了很多了 所以繼續加油了 把分數拉近 他們是盡量把你們拉遠 好 在君敏的票項裡面 我們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得獎的是 恭喜你得到獎金3千元 謝謝 辛苦你了 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恭喜君敏 請登上衛冕者寶座 謝謝 恭喜廖君敏 衛冕三關 累積獎金6萬元 接下來進行精采的唱將PK賽 接下來進行精采的唱將PK賽 好 選招節目關於